我們針對各位在做筆記的時候 其實有兩個現在很流行的軟體 一個叫Evernote 一個叫OneNote 真的你可以試看看 因為他在蒐集資料、整理資料 我們蒐集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就好像你做筆記一樣 請問各位平常如果做了筆記 你回去會不會看? 有些時候你是很認真做筆記 但是問題是沒有拿來重複使用 只有考試的時候才拿出來 這個時候就有點慢了一點 但是至少還有用 那我們在電腦裡面整理資料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怎麼樣把資料整理的有秩序 然後你要找的時候找得到 這是最重要的 Evernote跟OneNote他們都有這樣的特色 但是兩個處理資料方法是不大一樣的 這兩個都有免費的版本 微軟的是OneNote 它各位應該是7G 如果你以前沒有微軟帳號的話 你現在申請應該是7G還是5G 那Evernote的話呢 它是1G的流量這樣子 就免費的版本 但是對一般來講應該夠 而且他們很重要都有這個功能 就是網頁上的什麼? 擴充工具的功能 在這裡 您看一下在這邊 因為我們要做筆記 有兩種 一種 當然就是純粹自己打的 就自己類似像報告這樣 你就收集好 打完了 這是一種方式 第二個 因為大家現在寫報告 對不對? 請問你現在都怎麼寫報告? 現在比較少上圖書館寫報告嗎? 現在是上網寫報告 看到 看到 抓一抓 然後再湊起來 但是呢 重點是你在整理那些資料的時候 也要比較有順序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他們都有這樣的工具 你可以直接把 網頁的資料 就把它擷取下來 放到你的 這個筆記本裡面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在Evernote裡面 其實我用的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左手邊 有沒有很多的標籤 有沒有? 有很多的標籤 你有興趣的 比如說我這邊打開 我裡面還有很多 那我就看看 我這裡有 跟科普相關的 點到 所以以後呢 我要找 就比較方便 我就可以很快的找到 跟科普相關的資料 而且 這兩個軟體 它都支援全文檢索 所以你資料有進到這邊來之後 你用全文檢索就很方便 那 Evernote三是以標籤為主 以標籤為主 所以 跟我們剛剛 Google的網頁 加入我這樣一樣 請問一篇文章可不可以給兩個以上的標籤 當然可以啊 因為有什麼 這個文章 也許是屬於 像我在這邊是科普的 那另外有可能跟你的功課 哪一個主題有關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 去把它輸入 去找 這個是Evernote的部分 那 你看 我回到這邊來 假設 我們有一個頁面 好 一樣是這個頁面啊 你要擷取的時候呢 在這邊 它有幾種方式 一個是整篇文章 就是 它把你的文章的部分擷取起來 那旁邊那些 那些選單啊 那些 有的沒的 就幫你省略掉 當然 每一個網頁會抓到的不一樣 所以還是要稍微確認一下 另外就是 比較抓就是 簡化式的 也就是只有什麼 比較 摘要式的幾個段落 那當然如果你要完整的也可以 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把它加入類似像書籤的概念 也就是這個 這個我並沒有要放到我的資料庫裡面 我只是一個我的最愛 下次找得到而已 下次找得到 這樣也可以 那你在抓的時候呢 你在這邊 你就可以從這邊 我是跟哪一個有關係的 好 把它勾起來 你想要放到哪一個 你的筆記本裡面 你的標籤 你要哪一個 比如說這個是跟 好 在這邊就是你可以加標籤 我這邊好像輸入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就把它儲存起來 這樣就OK了 你就可以 它就可以把這個部分呢 加到你的筆記本裡面去 那麼 Evernote 是像這樣 OneNote也是一樣 都一樣的概念 但是OneNote的使用方法 它就沒有標籤的概念了 它是類似我們 就是資料夾的概念 資料夾的概念 你看擷取的都一樣 有沒有 它的使用方法是比較像資料夾的概念 所以呢 它沒有標籤 它反而是 我在日本筆記裡面 我需要哪些內容 你就一樣把它放進去 看你是哪一篇內容 我這樣加進來加進來 到時候再來整理 比較像打看總管 那你說哪一個好 不一定 只是以我來講 我是比較習慣標籤式的 因為標籤式的 我可以任意指定 哪一篇我就指定到A、V、C都可以 不用局限在說 好像放某一個資料夾 我就不能動 那這個是不一樣的使用方法 當然 因為它們都支援全部檢索 所以 Fino有它的好處 A、Vノーツ有它的好處 它在這邊標籤比較靈活 那Wat、None有什麼好處 有 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 它的工具比較多 就是你在做筆記的時候 做的工具比較多 它是比較完整 因為微軟有Office基礎 有Word那些基礎的話 你的格式會比較豐富 所以看你喜歡用哪一個 原則上以使用的經驗來講 Apple Note同步比較快 也就是你今天在不同電腦之間做同步的話 它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那One Note在這方面會稍微比較慢一些 可是如果你沒有同步的需求 也就是說我以這條電腦是用的電腦為主 那當然你就是在微軟的One Note裡面 單一個版本直接用 那大致上就不會有同步比較慢的一個情形發生 反正都還蠻好用的 這是簡單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的